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洪淑芬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新闻看点 印度新冠确诊破700万将超车美国 印度卫生部宣布 过去一天内新增7万4383起新冠确诊病例 印度累积病例也一举达到705万 逼近美国的771.8万 印度极可能在几周内超车美国 成为全球疫情最惨重的国家 万一美国大选出现争议 美军最高将领军方不会插手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 美国军方不会在美国大选中扮演任何角色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长达240年的传统 即军队不参与国内政治 美国军方在决定美国选举结果方面 没有任何作用 新冠病毒在钞票手机荧幕上 可存活长达28天 澳洲联邦科学研究组织的研究发现 病毒在平滑表面 例如手机荧幕以及塑胶与纸钞上 在华氏68度以及黑暗等情况下 可以存活28天 同样条件下流感病毒则是17天 周日美国机场客流量达到7个月以来新高点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 全美机场周日有98万4234客流量 这是自3月16号以来最高的记录 这是航空公司在大流行期间 极力吸引旅客的好消息 尽管如此 这仍比一年前的水平低了60%以上 小活动取代2021年玫瑰花车游行 皇后公主今年不选了 今年夏天玫瑰花车游行座委会 以冠状病毒为由取消了一年一度的游行 但是座委会今天表示 元旦将会有一个小规模的替代活动 玫瑰皇后和公主不会成为2021年 缩减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11月启航邮轮计划 嘉年华邮轮公司宣布取消 嘉年华邮轮公司周一声明 将取消6艘从福州迈阿密港口 和卡纳维拉尔港运营的 6艘邮轮行程 原因是CDC将邮轮禁令 延长至10月31号 这使得11月重新启动是不可能的 挪威邮轮和皇家加勒比邮轮 也宣布将取消11月的行程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